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5G领域推进合作 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台湾民进党初选 蔡英文和赖清德正面对决 民进党已经进入最后的肉搏战 台媒预计蔡当局还将不遗余力地 大肆渲染对美军构 美俄军舰在太平洋险蝎相撞 双方各说各话都在指责对方行为 NASA计划国际空间站2020年 向游客开放往返机票5800万美元 时速费用领算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表示 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发展 一些西方国家动不动 就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等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打压 他还特别提到了华为的例子 而不久前呢 华为是刚刚与俄罗斯的最大运营商 签署了5G合作协议 这也令美国感到了高度的关注 我们来看报道 当地时间7号 在出席第23届圣别的宝国际经济论坛期间 俄总统普京表示 目前世界形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向 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发展 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挑起贸易战 推行金融霸权 动辄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打压 普京特别提到了美国封杀华为的例子 普京警告 类似做法有违时代潮流 并且会带来严重后果 路透社报道称 这是迄今为止 普京在美国挑起贸易战 科技战这一问题上最强硬的表态 就在两天前 华为与俄罗斯第一大移动运营商MTS 签署了5G合作协议 MTS首席执行官阿里克谢·科尔尼奥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与华为的合作协议 不仅将在不久的将来 为俄罗斯带来商用化的5G网络 更将进一步推动俄中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 据俄媒报道 作为数字经济国家项目的一环 俄罗斯今年将批准5G网络发展的构想 到2020年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将有一个城市先行开通5G网络 2021年5G布局将扩展到十座城市 不过部分运营商需要占用 现在由军方独家使用的频率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此前明确表示 有关军方转交5G频谱的相关决议 将由俄政府各部门决定 而不是由普京本人拍板 此外 俄罗斯消息报5月还曾报道 尽管遭遇了美国政府的打压 但目前包括喀山联邦大学在内 已经有三所俄罗斯一流高校证实 正与华为开展密切合作 这实际上从一方面说明 中国在5G商用方面 实际上还是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 特别是我们说在5G未来的 这样一种商业合作方面 因为中国不仅仅是欢迎 西方国家的一些高科技公司 实际上我们也希望跟俄罗斯的 包括新兴的这种市场 来进一步的这种深入合作 那么另外一方面 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它也很欢迎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进入欧洲市场 或者进入俄罗斯的市场 实际上俄罗斯也希望能够借助 中国在数字经济和未来5G发展方面的 这样一种先发的优势 实际上能够共同推进 俄罗斯的这种在高技术领域方面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方面的 这样一种未来这种商业合作 那么第三点 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 只要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或者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 包括我们在很大领域上 有自己的自主创新的这样一种优势 实际上能够吸引更多的 这个全球的合作伙伴 中俄在5G领域的合作 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7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其网站上刊出一篇评论文章 文章称 美国过去一直看不上 中国和俄罗斯的互联网技术 但如今 随着中俄携手推进下一代网络技术 面临掉队风险的却是美国 美国强行的跟中国进行高科技这种切割 的确有滑向科技冷战 甚至有未来形成两套独立科技生态体系 这种风险 这个引起了全球的这种担忧 但是从长远来看 全球互联网 包括未来这种部队发展 这需要一个完整的这种生态 而从发达国家 比如说从美国资深的角度来讲 它的高科技发展 也要依托于庞大的这样一种 未来需求的市场 那没有市场的技术系统 科技系统 实际上就相当于无缘之水 无本之末 所以实际上本身市场的这样一种发展 就是对科技发展的一种倒逼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 中国发放5G台照之后 高通马上表示 它愿意积极参与到 中国商用的这种发展 所以短期内 美国可以通过强行的这种行动手段 或者是极限施压这种手段 来切割美国和中国的 整个产业的未来这种合作 但是我们也看到 自闭不可能有未来这种 发展这种竞争力 只有广泛的产业这种合作 才能真正助推 未来的全球高科技 互利共赢的良性的 这样一种发展态势 美国政府打压华为的一大借口 就是国家安全 但华为的美国供应商 却表示无法认同 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 谷歌公司已经向 特朗普政府发出警告称 如果继续推动针对华为的 出口管制措施 华为将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 而这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据报道 谷歌的高官们正寻求 对华为的出口禁令豁免 另据路透社报道 代表了全球 750家移动运营商的行业组织 GSMA的最新分析显示 如果封杀华为 欧洲布局5G网络将需要多支出 550亿欧元 在日程上也会落后大约18个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近日探访了设在华为深圳总部的 5G展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华为已经和世界各地的运营商 签订了几十份5G合同 其中包括韩国的LGU Plus 还有欧洲的沃达峰 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 这是一个禁止拍照的标志 通常这里是不允许进去任何拍摄的 但现在它不仅向我们 也向所有记者敞开了大门 随着美国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华为如何应对 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彭博商业周刊5号援引 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华为已经动员了1万名科研人员 努力减少对美国软件 和集成电路的需求 台湾方面8号下午 民进党举行了初选阶段的 唯一场证件发表会 蔡英文 赖清德正面交锋 火药味十足 民进党初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而蔡党局也是不遗余力的 大肆渲染对美军构 我们来了解一下 路透社此前披露 特朗普政府正推动一项总额 超过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据多家岛内媒体报道 备受关注的F-16V战机采购案 由于涉及金额巨大 台军方需要编列特别预算 因此并未包含在上述 超20亿美元的项目中 专家预计 F-16V战机采购案 可能会在今年9到10月间有眉目 今年4月台空军证实已经向美方提出了采购 66架F-16V战机的需求 自由时报网站7号援引台军方人士的话 报道称超20亿的军购案中 台陆军采购的250枚毒刺防空导弹 预计年底抵台 联合报透露 台海军目前正陆续接收 对美采购的毒刺导弹 而台陆军的采购计划才刚刚启动 这250枚只是第一批 第二批还将采购1300枚 部署在外岛地区 台军大量购买的毒刺 是一种低空变现式防空武器装备系统 可以单兵发射 可以车载多连装 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 但由于射高有限射程有限 毁伤威力相对有限 那么攻击的目标仅限于 低空的直升机 无人机 巡航导弹 如果对方使用隐身飞机 发现不了 如果使用远程防空武器装备 对它进行攻击 它也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射程延展到 对方的航空器上 所以说最主要去分析 要想进行各种大范围的防空作战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 台军大量已经毒刺 大概是为了抗大陆需要 如果对方有大量的攻击直升机 无人机 依托海上舰船 对陆上目标发展攻击 这个时候 在低空能够显示一定的作用 如果在远距离 包括在高空 毒刺的毒性根本就不够 所以目前看 没有太多的作用 联合报判断 如果下半年美方公告 有关F-16V战机等 更大额的军售案 届时2020选战 进入白热阶段 民进党必然会大肆宣扬 台媒称 很多装备 其实都是台军方 长期争取的目标 美方过去说什么也不卖 如今却是几乎主动要台湾买 当然不是偏爱蔡英文 而是其亚太战略在转变 这恰恰是台湾被当作美国棋子的悲哀 8号下午2点 民进党举行了党内初选阶段 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政见发表会 蔡英文与唯一的挑战者赖清德 罕见同台对垒正面交锋 发表会上 蔡英文报告了三年来的施政成果 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四年的愿景 赖清德则提出了壮大台湾的口号 蔡英文在会上公开喊话 称应该放下个人一起合作 一加一绝对大于二 赖清德则回应 一加一大于二要看谁是第一个一 还反过来向蔡英文喊话 应勇于掌握接力赛的机会 会后两人分别召开记者会 依旧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 蔡英文表示 赖清德提出的施政蓝图 就是我现在在盖的房子 俗话说 起错起一半不能换师傅 赖清德则反呛 蔡英文依然没有明确回答 如果初选落败 是否会支持她的问题 换句话说 选举要团结 但蔡英文没有做到团结的基本要求 按计划 证件会结束后 民进党将于10到14号展开民调作业 采用固化与手机各战一半的方式 民调胜出者将代表民进党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因此台湾媒体普遍认为 民进党初选已经进入最后的肉搏战 蔡英文执政三年多的时间里 赖清德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所以今天民进党执政的很多问题 这两个人都要承担责任 在两岸政策方面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台独分子 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民进党党内的初选 现在来看 蔡英文的赢面会大一些 但是无论两个人谁胜出 对于民进党来说都是重伤 如果蔡英文胜出的话 那么在赖清德的支持者看来 蔡英文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 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打压赖清德 那么赖清德的支持者一定会受伤 在2020的选举中 很多人很可能就不会出来投票了 而如果赖清德出现的话 那么赖清德一定会清算 在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 帮助蔡英文去打击他的 那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民进党势必迎来 另外一波的分裂的潮流 所以无论赖清德还是蔡英文出现 民进党势必会重伤 民进党2020获胜的可能性 也会大大减少 民进党初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国民党方面形势仍不明朗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 日前宣布不参加党内初选 给选情投下震撼弹 国民党现在形成了一个双保险的 这样的一个结局 也就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说 不管郭台铭还是韩国瑜 哪怕有一个候选人出了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候选人马上就可以补上 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 对于国民党来说是相对有利的 但是无论是韩国瑜出现 还是郭台铭出现 他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是国民党确定 候选人的时间相对比较晚 那么留给这位候选人 选举准备的时间相对就会比较短 那么如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 迅速的整合 我想这是国民党候选人 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另外国民党的郭台铭和韩国瑜 他的人格特质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支持者的结构 相对差异也很大 不管谁胜出 那么胜利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是如何去整合如何吸引对手的那些支持者 让他们转而来支持自己 我想这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接下来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当地时间7号 美俄军舰在太平洋险些相撞 美俄双方各说各话 从事件描述到事发地点的公布 没有任何共识 唯一一致的就是都是在指责对方行为不当 东海险些发生冲突事件 美国巡洋舰在俄罗斯船舰附近 进行了危险的机动操作 事件发生在莫斯科时间7号6点35分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 在第一时间发布的消息指出 俄美两军舰本是平行行驶 后美军前瑟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 突然改变行驶方向 与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距离不足50米 俄方人员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 改变路线才避免相撞 美方的说法则截然相反 美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称 事发时位于美舰后方的俄军驱逐舰突然加速 逼近至距离美舰仅有15至30米的地方 这是太平洋上美国和俄罗斯军舰的一次 不同寻常的相遇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段视频 看看这两艘船离得有多么近 很明显这段视频是从美国军舰上拍摄的 你可以看到两艘船看起来的距离 也就是几十英尺 看看那艘俄罗斯军舰离我们的军舰有多近 视频中还能看到美国水手们站在甲板上拍照 记录这一时间 看看这个 你从俄罗斯军舰后面的尾流就可以看出 它当时开得有多快 根据国际海事法规定 在海上航行时 两船之间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在超越时也应保证相隔至少900米 当地时间7号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五角大楼 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强调 俄方举动既不安全也不专业 俄方则声明称 美巡洋舰的行为是危险的不能接受 并对美方提出抗议 事实上近期美俄两军不安全接近的频率开始变高 动作也越来越危险 5月20号四架美军F22在阿拉斯加附近空域 拦截了四架俄军图95轰炸机和两架苏35战机 俄国防部回应称 四架图95执行飞行任务时并未越界 第二天俄军图95轰炸机再次出现在阿拉斯加附近空域 美媒忧心忡忡的哀叹 不清楚俄军轰炸机离美国有多近 6月4号美方称 一架在地中海上空飞行的美国P-8A巡逻机 在175分钟内的飞行过程中 被俄苏35战机拦截了三次 其中一次俄军机从美军机正前方高速飞过 非常危险 俄方随后表示 俄军机的行为完全符合相关国际法规定 7月针对俄军重建的美第2舰队将在波罗的海首秀 此次军演北约将进行两栖作战演练 着陆地点在立陶宛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距离俄军事基地仅145公里 伊朗外交部7号表示 伊朗不会与他方讨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外的内容 而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伊朗最大石化企业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 及其子公司和境外销售网络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称 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属企业提供资金指示 因此美国对该公司及其39个子公司和境外销售网络实施制裁 根据声明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说 美方会继续制裁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财政支持的企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国务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方此举是扩大对伊朗的极限施压 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会晤时提议 与伊朗重新谈判和协议时需要加入遏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和地区活动的议题 对此伊朗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予以拒绝 称伊朗不会与他方讨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外的内容 并强调欧洲人迄今没有履行核协议义务 同样没有在美国退出后保护伊朗利益 美国去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随后重启一系列对伊朗制裁措施 近期美国试图借助极限施压 迫使伊朗与美国重新谈判伊核协议 以限制伊朗的武器项目和地区活动 包括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不再延长对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 制裁伊朗矿产行业并向中东地区增兵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7号宣布 首个国际空间站开放项目将最早在明年启动 5800万美元史上最贵的机票出炉 7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 最早在2020年向美国民众开放国际空间站的 近地轨道试验站 NASA表示每年仅允许两名游客前往国际空间站 最长停留30天 每位游客的往返机票约为5800万美元 这当然不是全部 到达国际空间站后的花费还要继续攀升 他们还将支付在国际空间站的时速费用 每天3万5000美元 其中包括22500美元的食品 空气和医疗等补给费用 以及11250美元的再生生命支持和厕所费用 最重要的是光有钱还不够 游客还必须通过NASA严格的健康检查和培训程序 此外NASA将为私营公司制造一个空间站港口和公用设施 它的目标是鼓励更多私人空间站 未来漂浮在地球的上空 国际空间站此前被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不过2018年 特朗普公布了一项预算 要求美国政府在2025年之前停止向空间站提供资金 这使得NASA被迫调整政策 寻求新的资金来源 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座素兰 当地时间8号早上 一场大雾笼罩了悉尼 农物掩盖了多处地标性建筑 如著名的海港大桥 澳大利亚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大雾的照片和视频 出于安全考虑 在悉尼港繁忙水域 大船出海前必须名目的 此外一部分进出港的航班被延误改限和取消 路透社称大雾在当天中午消退 一切回归常态 日前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了世界花式走绳锦标赛 来自14个国家的30名选手 在5厘米宽的绳子上展现了各自的绝技 随着音乐伴奏 他们时而坐下 时而跃起 时而躺着 姿态有些像花样滑冰选手 有些与体操运动员类似 看起来惊险又刺激 最终来自智利的选手埃兰迪斯 凭借翻三周的高难度动作获得冠军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声 近日因谋杀85名患者 德国42岁的男护士赫格尔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谈及作案动机时 这位死亡护士竟然声称太无聊 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赫格尔作案方式是向患者注射药物 导致其病危 在通过心肺复苏处进行抢救 但部分患者没抢救过来 2005年夏天 她在给病人注射过量药物时 被女同事发现 此案才浮出水面 近日美国德州拉夫金警方接到报警 女主人称 听到房内玻璃破碎声和沙沙声 怀疑是入室盗窃的歹徒 并躲进橱柜 但当警察赶到冲入屋中 发现原来是一头迷路的路 警方随后将路赶出前门 恐慌中她还撞倒了几件家具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7号 报道了克里米亚的洪灾 当地的大暴雨已经导致很多地区被淹没 发布在社交网络的视频显示 塞瓦斯托布尔的街道变成了河流 已经被水没过门的汽车 被迫漂浮在街上 在另一个地区拍摄到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 庭院里的水几乎吞没了停放的汽车 只能看到挡风玻璃和车顶 为呼吁人们保护海洋生态 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6月8号 确定为世界海洋日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1% 在整个地球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 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 它正在被人类制造的垃圾填充 每年约有130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塑料威力的数目 已超过银河系中的星球数目 过去40多年 全球海洋物种种群数量减少过半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 2018年日本国内的结婚情侣数量 不到59万对 连续6年减少 较80年前减少了60万对 关于结婚数量的减少 厚生劳动省分析称 试婚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 是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 2018年日本出生的婴儿数量不到92万 连续3年持续减少 并刷新了最低数量 引发普遍忧虑 美国驻韩国大使哈里哈里斯7号表示 美国已经做好采取具体措施 改变美朝关系的准备 哈里斯说 美国对朝鲜的对话谈判之门 仍然敞开 基于在新加坡金特会上建立的互信 美朝在越南河内取得了进展 虽然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但是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并在很多问题上拉近了分歧 此外 清瓦台有关人士还透露 正在积极采取行动 尝试与朝方接触 谈及韩国政府日前敲定的 通过国际组织 向朝鲜提供800万美元援助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援助计划 证明有关人士表示 应该继续提供支援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 今日亚洲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